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 美国C-PaySax的星剑项目为何赢得了全网的欢呼 而中国的朱雀飞船却悬扭人问津 在太空探索的舞台上 星剑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 自2012年马斯克提出构想以来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成功 终于在2024年实现了历史性的回收 而与此同时 国产朱雀也在2024年成功完成了垂直起降试验 但却未能引起同样的关注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原因 是国际媒体的广泛宣传 还是公众的科技认知偏差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的航天成就是否被低估了 我们不仅要探讨两者之间的差异 还要思考如何提升国产航天技术的认可度 和自豪感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将一起寻找答案 并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加油打气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12年在太空探索的红卫蓝图上 埃隆·马斯克这个名字 如同彗星般划破天际 他提出了星剑的概念 这个当时被称为火星殖民阅输系统的设想 是他对未来的大胆畅想 打造一个可以将人类送往火星的律书工具 四年后 他在一次国际空间技术活动上 公布了SpaceX最强大火箭的原型设计 并将其命名为星际空间律书系统 然而这一梦幻般的计划 并未如愿以偿地顺利进行 马斯克的第一艘星剑 原型密K一爆炸的消息不进而走 让不少人对这位被称为钢铁侠的创业家 产生了怀疑 认为他的构想不过是夸夸其谈 然而马斯克和他的团队并未因此止步不前 但2021年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 星剑C内15终于成功着陆 首次证明了星剑不仅能升空 还能安全返回 这一突破为星剑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进 2023年4月 星剑首次携手操纵型火箭合体试飞 虽然火箭成功升空 但未能实现与飞船的分离 最终导致在空中解体 即便如此 马斯克团队并未气馁继续进行试飞实验 终于在第四次试飞中取得了一定成果 尽管最终飞船落入印度洋 这仍被视为一个重大突破 2024年10月13日 SpaceX星剑的第五次试飞 终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成功 标志着其在星剑回收技术上的重大进展 超级重型助推器B12不仅成功回收 还首次实现了通过发射坦壁筷子 进行捕捉的壮举 全网为星剑的成功欢呼雀跃 媒体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一成就 马斯克作为全球科技界的标志性人物 其个人魅力和远见着实 总能吸引全球的目光 国际媒体的推波助澜 让星剑的成功不仅成为航天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更是一场全球性的科技庆典 然而在同一片天空下 中国也在追逐星际的梦想 2024年9月11日 中国自主研发的朱雀三号飞船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完成了10公里级垂直起降回收试验 朱雀的研发过程同样充满了挑战与艰辛 中国航天人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无畏的创新精神 总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每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每一个零部件的制造 每一次总装测试 都凝聚着无数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 朱雀这个名字象征着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 其背后存在着的不仅是技术的突破 更是文化的传承与自豪 然而与星剑的全球瞩目相比 国产朱雀似乎只是在国内圈子内受到不多的关注 这并不是因为朱雀缺乏成就或技术上的优势 而是因为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 国内对航天成就的宣传力度相对不足 而国际媒体对星剑的广泛报道 无疑扩大了其影响力 同时公众对国产航天技术的认知和了解有待提高 很多人可能对国内的技术成就缺乏了解 甚至存在偏见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SpaceX星剑自然成为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 其话题迅速扩散成为热议 然而中国的朱雀飞船在国际社交媒体上较低的曝光度 导致其知名度和关注度不如人意 这一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航天技术认知水平的不足 以及社会文化中长期以来存在的重阳心理 在西方科技优势长期存在的背景下 人们往往对国外的技术有更高的期待 为提升国产航天项目的关注度 增进公众对航天技术的理解与自豪感 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和科普 提高国内航天成就的知名度和认同感 鼓励公众对国产技术的关注和支持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 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同时增强对自身成就的信心和自豪感 中国航天事业在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 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我们应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开戴国内外航天成就 避免盲目崇拜国外技术 本乎是本土的科学进步 在太空探索的征途上 无论是星舰还是朱雀 都是人类追寻未知的勇敢尝试 我们应当为每一个突破而欢呼 为每一位航天人在无谓的探索中 留下的足迹感到自豪 无论前方的路多么艰难 我们都在同一个星空下 朝着更广阔的宇宙 更同前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SpaceX的星舰项目 自始至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其每一次成就都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 而在另一方面 中国自主研发的朱雀飞船 尽管同样取得了技术上的进步 却未能在国际和国内 获得相同程度的关注 SpaceX星舰计划最初的构思 可以追溯至2012年 埃隆·马斯克提出了 火星殖民运输系统的 设想旨在为人类前往火星提供运输工具 2016年 马斯克在国际空间技术会议上 详细介绍了这一计划 展示了其强大的火箭原型设计 尽管星舰在研发初期 经历了多次失败和爆炸 最终在2021年 SN-15实现了成功着陆 展示了星舰的可回收性 随后 经过多次试飞 2024年 星舰实现了助推器B-12的成功回收 以及首次利用发射塔壁的着陆技术 这一技术突破 被全球广泛赞誉 与星舰的全球瞩目不同 国产朱雀飞船的成功回收 并未引起相同规模的关注 2024年 朱雀3号实现了 10公里级的垂直起降回收试验 这标志着 中国在可重复使用航天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朱雀的研发历程 同样充满挑战 研发团队在技术、资金和时间方面面临诸多困难 然而 这些困难并未能阻挡中国航天人的创新步伐 朱雀的成功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成就 更是中国航天事业自信和能力的体现 然而 朱雀未能获得与星舰相同的关注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 国际媒体对SpaceX和马斯克的报道更为广泛和深远 这位星舰带来了全球性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而国产航天项目的宣传力度 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导致朱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未能得到充分展示 其次 公众对国内航天技术的认知水平 也影响了朱雀的关注度 对于一些公众而言 国内的技术成就可能未能得到充分认可 一部分原因在于 对国外技术的崇拜和对国内技术的偏见 这种观念往往忽视了国内航天项目 在技术上取得的实质进展 因此 提升国产航天项目的关注度 需要在多个层面共同推进 首先 需要加强国内外媒体 对国产航天成就的报道和宣传 通过多种渠道 加强与公众的互动和传播效果 提升国产航天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同时 提升公众对国产航天的信心和自豪感 也至关重要 这要求我们客观地看待国内外的技术成就 承认我国在航天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 如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嫦娥工程等项目的成功 总体而言 全球化时代 需要我们以个开放的心态 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 国内在航天领域的显著成就 通过加强宣传和科普 提高公众对国内航天技术的认识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升 国产航天项目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在未来的发展中 这不仅对航天事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也将对国家的科技声望和国际形象产生积极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国产的朱雀飞船 无人问津 我觉得这完全是因为 我们国内对航天技术的关注度 和宣传力度不够 看看SpaceX的星舰 全网都在歌颂 这都是因为马斯克的个人魅力 和媒体的大肆宣传 国产航天项目需要更多的曝光 才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关注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有些狭隘了 其实这跟我们心中潜藏的 重阳媚外心态也有关系吧 就像小时候 大家都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其实只是因为 我们还没看到自家的月亮有多圆 只要我们多一些自信 少一些盲从 朱雀自然会得到大家的关注 谢琪琪 你说的重阳媚外 确实是个问题 但这也不意味着 我们就不能向国外学习 SpaceX在航天领域的创新 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中国航天 也有很多值得歌颂的成就 比如长征火箭 嫦娥工程等等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 双方的优劣势 这样才能更好地 推动国内航天事业的发展 哈哈 楚天书 你这想法还挺全面 不过啊 有时候 我们也得注意宣传的方式 要知道 马斯克那可是社交媒体的高手 微博发一条信息 都能掀起一阵热潮呢 而咱们国内的航天宣传 就相对含蓄多了 可能是觉得 技术实力就应该说话吧 说到底 咱们也得学学 如何玩传人们的期待和关注才是 的确 谢琪琪 宣传手段 的确也是关键 我们可以借鉴马斯克的营销策略 让更多人了解 朱雀的技术突破和背后的故事 毕竟 所有的科技成就都需要被讲述 被传播 才能激发更多人 对科学的热情和向往 诶 楚天书 我们这次竟然达成共识了 看来不管是新建还是朱雀 最终的目标都是推动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 只要我们积极宣传自己的成就 保持开放的心态 去接纳和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我相信国产航天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邪奇奇 在本次辩论中 展现了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关注与思考 并针对朱雀飞船的曝光度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两位辩手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既有深度的分析 也有对现状的反思 值得赞赏 楚天书的观点 强调了宣传的重要性 他认为 朱雀飞船之所以不受关注 主要是因为 国内对航天技术的宣传力度不足 他提到的SpaceX 无疑是当今航天界的佼佼者 吸引了大量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 这一关点触及了 当前科技宣传的核心问题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如何有效地让公众了解并关注科技成就 是每个科技工作者和宣传者 需要面对的挑战 而谢奇奇则从心理角度出发 提出了重阳内外的观点 认为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人们对国产航天技术的认可 他呼吁大家应该更多的自信 少一些盲从 这一点无疑是对国人心态的深刻反思 两位变手的讨论中 谢奇奇的提点尤其值得注意 因为他揭示了文化核心理因素 在科技认知中的影响 在整个辩论中 不难看出两位变手都认识到 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重要性 楚天书提到的理性看待双方的优劣势 以及谢奇奇对于宣传技巧的看法 展现了对于科技互动的开放态度 这一点十分重要 因为科技的进步 往往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总体而言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 不仅仅是对一个技术项目的探讨 更是对整个航天事业未来的一种展望 他们在辩论中所表达的协作精神和开放心态 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方向 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希望未来能够看到 更多关于国产航天成就的报道与宣传 让朱雀飞船等优秀项目 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各位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要聊聊航天界的大新闻 美国SpaceX的新建回收 和中国国产的朱雀飞船 一边是全球大肆庆祝的SpaceX成功回收新建 另一边却是我们自家的朱雀回收成功 却无人问津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SpaceX的新建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2012年 埃隆、马斯克就提出了新建的概念 后来经过数次失败和磨难 终于在2021年SN15成功着陆 2024年10月 新建进行了第五次试飞 超级重型一级助推器 比12顺利回家 并且首次使用发射塔壁成功接住 这可是航天史上的一大步 全网都在为马斯克欢呼 这位钢铁侠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不过,能有这样的关注度 一方面是因为 马斯克本身就是个自带流量的网红 另一方面 国际媒体也是添油加醋 把这件事炒得如火如荼 那么说到国产朱雀 它的回收其实也不容小觑 2024年9月 朱雀三号在九泉进行了一次 成功的垂直起降返回飞行试验 这一路走来 朱雀团队可是克服了重重困难 从技术难提到资金压力 没有一项试省油的灯 朱雀的名字也很有中国风 象征着热情、活力和勇敢 这也是对我们中国航天人的一种精神写照 然而 为什么朱雀的成功 没能引起同样的关注呢 首先 国内航天宣传的力度 显然不如国际媒体 对星舰的报道来得猛烈 导致不少人甚至不知道 朱雀也牛气冲天地完成了任务 另外 某些人可能对国内航天成就 还没有足够的认知 甚至存在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偏见 觉得还是国外的技术比较靠谱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 SpaceX星舰的全球影响力 和马斯克的个人光环确实让人无法忽视 再加上国际媒体的推波助澜 星舰的知名度自然水涨船高 相比之下 国产朱雀在国际媒体上露脸的机会少之又少 这也难怪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不高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其实 无论是SpaceX的星舰 还是国产的朱雀 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航天这些年的发展速度之快 技术之先进 从长征火箭到长俄工程 再到北斗导航系统 都让我们引以为豪 我们需要客观地认识到 国内外航天成就各有千秋 而不是简单的此起彼伏 改善这种局面 一个关键在于提高公众对航天技术的认知和认可 我们应该为中国航天的成就感到骄傲 增强对国产航天的自信心 此外 政府和相关企业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宣传 提升国产航天技术在公众心中的地位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为国产航天的每一次进步欢呼 甚至让全世界都为我们的猪鹊点赞 最后 国际合作和交流也是关键 我们要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同时也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航天成就 毕竟 在全球化的今天 唯有合作共赢 才能共同推动人类航天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希望国产猪鹊 未来能够像星舰一样 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 让更多人为之喝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来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 网址是六字 我要紧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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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